化身是突然来的 你不知道 你的问题解决了 它就不见了 那是化身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不知道 那是经上讲的 当初出生 随处灭尽 我们在虚人老和尚念谱 看到老和尚 见到文殊菩萨的化身 那样子 而且时间都很长 是他朝无台善 怎么朝一下 三步一拜 拜到无台善 时间 要拜一年年了 才拜到化 那么远的路 在路上 生病 特别是在山 这个是这个山区 没有人居住 没有农村 在这个时候病倒了 那真的是可怜了 文殊菩萨来了 这化身 他变化一个乞丐 好 这个遇到老和尚 看到老和尚 病倒 他就帮助他 每天出去掏饭 来供养他 找药草 照顾 十几天 老和尚身体 均均恢复了 可一走路 再拜了 他们两个就分手走了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过了大概有半年多 又一次生病 碰着瞧 又碰着他 第二次问他 他就问他 问他 问他这个 怎么称呼 他说他姓文 他叫吉 吉祥的吉 叫文吉 问他住在哪里 说我就住在五台山 就是你想去的地方 我告诉他 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 老和尚没听到 记在心上 第二次又把他照顾好了 真的拜到五台山 他就很留意打听 你们这拥有个教话字 叫文吉 没人知道 到山上之后 有个出家人的时候告诉他 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他一下就救护了 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看看 发心 一路上 菩萨照顾 你真有困难的时候 他真帮你解决 于是我们就想得 任何一个人 真正发大心 发大云 你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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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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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 决定有佛菩萨在旁边 照顾你 你会不会遇到困难 不会 遇到大灾丹 肯定有人来帮助 菩萨化身 为什么 我们起心动念 他知道 我们身体状况 他知道 怎么知道 我们学过还原观 那是一篇论文 用现在话来说 那是波斯论文 还原观上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从一提 一提就是自信 就是发信 就是长级过 其二用 二用就是一报正报 一报跟正报 都居足三种周边 第一个是周边发界 我们念头才动 变发界 虚空界 都收到这个信息 我们起个念头 那我们的身体 身体是物质现象 物质现象也是波动 米勒菩萨 告诉我们 一秒钟 1600兆的频率 怎么动 也是周边发界 所以这些诸佛菩萨 对我们的意念清楚 对我们身体状况 我们一念出了问题 他会照顾我们 会帮我们修正 我们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自己不同的条理 他会帮助 问题里的真心 真心再也不求人了 你一心一意 专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什么都给你照顾 你什么都别操心 你要不相信 自己去找医生 去找药 找什么补品 那佛就不照顾你了 为什么 你自己很能干 不需要的照顾了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能体会到 幸福真难 他不相信 他相信医生 相信鬼神 那就没法子了 虚音老黄山年谱 这两桩事情 不是假的 可以给我们做证明 非常好的案例 真心切运 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吻尸齐居 一切随缘 那毒药 毒药 你要是清净心去吃了它 它不起作用 你要是妄想 分别先吃它 才起作用 它真的有毒 清净心里都没有毒 平等心里都没有毒 那它就毒 慈悲心能够化解毒 清净心里没毒 慈悲心能够解毒 老火山住在深山里头 豺狼虎包 毒蛇猛兽 常常看到 为什么没受到伤害 慈悲心的 爱心的 看到毒蛇猛兽 看到毒蛇爱它了 没有恐惧 没有伤害的念头 biod蛇анс 优优独播剧 Duet 优独播剧